樂禮不等於作曲 可是它是會讓你通往 你更想要達到的境界 如果沒有樂禮 你可能會突然有靈感 一次兩次就是比較幸運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陳若瑜 我現在在石坦威鋼琴中心 其實這個是一個殊榮 在台灣的石坦威三位藝術師很少 那是紐約那邊的 算是他們的清典吧 很榮幸加入這個家庭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是古典音樂長大的 然後我當年去紐約朱莉亞音樂學院的時候 是為了追古典夢 但是在紐約的街頭到處都是黑人音樂 所以我就在衝擊之下 開始喜歡爵士樂 然後也很喜歡R&B 嘻哈 就是這些都同時的 一直衝撞我的音樂旅程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應該把我過去這些年來 不管是古典音樂的 這麼長的時間的累積 跟爵士樂也很滿長的累積 然後最終有一個終結這樣子 那也是在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機會讓我重新把這首曲子拿出來 然後寫弦樂式重奏加鋼琴 然後弦樂式重奏就是以非常古典的方式 然後有了即興的東西的衝撞跟鋼琴 然後有一個滿新的聲音 我覺得還滿開心有這個作品 我是滿偷懶的人 所以我有時候走在路上 我也覺得是在練琴 那因為我們 我有談很多機心嘛 所以我很可能是一個動機 就開始一直在想那個動機 所以我也可以說我在練琴 我也可以說我在作曲 但是至少每天兩三個小時是一定要的 旅行的時候呢 我就是跟自己洗腦說 我有在練喔 我腦筋有在練喔 樂禮不等於作曲 可是它是會讓你通往 你更想要達到的境界 如果沒有樂禮 你可能會突然有靈感 一次兩次就是比較幸運這樣子 可是你要去了解很多 你想要知道的深度的東西 這個技能是 我覺得初期就是多聽 然後因為現在社交媒體 或是說YouTube is everywhere 然後你Spotify都到處都有 我覺得音樂是要多聽 等到你到一個階段 像我自己會覺得作曲人 反而是要更聽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就不再聽這麼多的原因是 你很容易去總結別人的東西 就會失去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想像力還蠻重要的 然後還有 對我來講吧 我可能就是比較戲劇性的人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旅行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上 我是還蠻容易 活在自己世界 比如說我坐個地鐵啊 然後看對面的阿公啊 還是什麼的 我就自己在配樂 然後我可能很多的情境 或者是說甚至暴風雪 因為你知道我不是導演 我沒有辦法製造一部電影 可是我可以自在自己製造電影配樂 然後我會想像力 我還會想像力 我會想像力 剛才的一部電影 我會想像力 我會想像力 在你一個階段 我會想像力 我會想像力 你會想像力 在某些東西 在某些石頭 那些石頭 我會想像力 他從來 還要是 我會想像力 你會想像力 谢谢大家 6月29号我们金曲奖见